接下来我们学习TCP服务器的编写 那么包括有Band海兽 Listen以及Accept 当然如果想实现通信的话 我们还得需要Set和Resale是不是 那么首先我们讲解一下 作为TCP服务器需要具备的条件 首先第一个 那么具备一个可以确知的地址 这一点的话 其实跟之前学的UDP是不一样 因为咱们的服务器是被动的 而客户端是主动的 所以我们在运行程序的时候 肯定先要运行服务器 后运行客户端 那么此时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 如果先运行服务器 后运行客户端的话 那我肯定 怎么样 我的客户端要知道服务器是谁 是不是 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 他必须要知道服务器的IP地址和端口号 对不对 那么所以在我们的服务器在登录的时候 那么他肯定要固定自己的IP地址和端口号 也就意味着就是办的这个函数 大家一定要注意 第二让操作系统知道是一个服务器 而不是客户端 那么这一点的话 那么主要就体现在 什么监听和accept是不是 这两个函数这儿 那么第三等待连接的到来 就是accept这个函数啊 那么他阻塞等待客户带的连接请求 那么对于面向连接的TCP协议来说 连续的建立才真正意味着数据通讯的开始 那么这地方一定要注意啊 相当于是连接的建立啊 因为我们这地方说过 TCP有连接保证可靠 那么所以他的重点呢 就在于连接 对不对啊 后面呢我们也会给大家讲 TCP三四握手 就指的是连接的整个一个过程啊 好我们把这一部分呢 也给大家拽到我们的笔记里面 一定要注意啊 好那么这就是关于 我们基本的对于一个TCP服务器 他的一个认知 当然我们说过了 这些内容的话 跟我们之前讲的UDP 其实是比较相似的 相对而言的话 TCP要比UDP呢 稍微复杂一点 因为你会发现 还数是不多了呀 对不对啊 其他倒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